好 下面呢我想我们就应该用掌声 首先欢迎中国青年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 著名作品家和指挥家韩顿先生上场 今天是咱们中国打积月的盛典之夜 我很激动 因为刚刚上半场的最后一个曲子的时候 我觉得王贝贝不仅是一位非常伟大的 年轻的打积月演奏家 同时我觉得它来自于我们祖国的土地 来自于我们国家的文化 它是一朵非常漂亮的花朵 我很自豪 我也很激动 我觉得最后那支曲子 安徽的这些国宝们和王贝贝 要是能上春晚太棒了 王贝贝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城市 在过去的两年来 我认为他是当今中国最优秀的年轻的打积月演奏家 所以我为什么敢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每一次去任何一个交响乐团 没有一个把他不当宝贝 他是我们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大使 同时也是我们年轻人 年轻的学生们 学习的一个很好的榜样 第一 他非常地刻苦 第二 他非常地专注于民间音乐的学习 第三 我觉得最最值得骄傲的是 他勇于挑战自己 勇于挑战音乐 能够真正地去挖掘他内心深处的音乐感受 这三点成就了他作为一个优秀的年轻的打积月演奏家 接下来我为大家还有王贝贝小姐一起来演奏水乐 王贝贝今天大概已经是第二十次演奏了 所以他是一位非常非常静心的 你待会看就知道 他是一个音乐的妖怪 谢谢 谢谢